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很妙 它也有可能讓一個歌手為了專輯 而整個人變老 一起來歡迎季欣沛 阿沛小姐 大家好 我是季欣沛 幹嘛說我變老 沒有 是你自己說的不是嗎 你自己不是講說為了專輯 你覺得整個人老了一圈嗎 對 是白髮都冒出來 真的嗎 對 這是我的專輯 謝謝 我要有小世界這張專輯 阿沛 我前兩天看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無法相信 為什麼會有人把你的名字念成李欣沛阿 因為季常常就是季節的季常常人家會 因為很多人姓李 沒看清楚 要不然就是會如果我說 譬如說你去買咖啡的時候 他會問你姓什麼 就說季 他就會寫成那個四季的季 對 就密字旁的季 然後反正 反正很多人就會念成李欣沛 然後我都會不好意思 像譬如說有一次我在學校的時候 我來大學的時候 也是老師也念錯 他就念說 他就發考卷 他說李欣沛 然後我就舉手說 老師不好意思是季喔 然後老師就說 喔 李欣季 太瞎了 然後我就想說 誰會叫李欣季阿 你瞎 但我跟你講 喝咖啡這件事情 我也有經驗 就是我姓段嘛 然後喝咖啡的時候 人家說你貴姓 我就說我姓段 然後那個人就寫 斷掉的斷 怎麼可能 然後就想說誰會姓段掉的斷 除非是斷水流大師兄 才會姓段掉的斷 誰會姓對阿 誰會姓對阿 然後我有一次定位 定燒肉店的位置 也是在電話裡就跟他講說 欸 我姓段 我姓段 結果我到了現場之後 我就說我有定位 我姓段 他找了很久沒有找到 後來我才發現他寫 就是長短的短 你是 我是 我短小姐 短小姐嗎 然後想說誰會姓這種姓 就覺得也太妙了這些人 因為自己通常都要說 譬如說我姓季 我就說季節的季 對 對 但是大家有時候一下子轉不過來 對 理心記小姐 謝謝 太可愛了 好 這張新專輯 小世界其實 我剛剛說一年多喔 如果是一整年都在做這張專輯 其實就是大概是做了一年 真的是一年多吧 然後 然後因為其實這張製作的人呢 幾乎都是我跟之前我們樂團的 吉他手一起製作 然後因為我們都是第一次 就是沒有大人在管的自己製作 通常就是就算製作還是有老師可以請教 但是這一次我們就是全部都自己來 然後所以那個磨了很久 而且編曲也磨了很久 因為其實編曲呢 就是像以前Rock的那種架構 其實是難不倒我們的 但是因為現在那種就是純粹Rock的架構 已經滿足不了我們了 我們就會想要加一點玩的東西進去 譬如說電器的東西進去 或是一些弦樂進去 然後因為這些東西我們都是 都不是專家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琢磨 改了又改 可是應該玩得滿開心的吧 因為你不是說這張是你就是 有史以來最滿意的一張專輯 對 其實雖然說每一個歌手在發每張專輯都會這樣說 跟我講這種話 那張專輯我真的覺得做出來就是超乎我的想像 因為其實這張專輯它雖然說做了大概一年快半 然後但是而且那時候 本來預計7月要發 後來10月開始預購的時候 預購有個贈品嘛 那其實開始預購的時候 專輯是還沒做完的喔 你緊張了吧 預購離專輯大概只有半個多月 但是專輯還沒做出來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覺得哇我都火燒 因為你就會覺得這樣會有落差 然後就是大家都是 就是那種 譬如說用到凌晨3 4點 然後睡到7 8點再起來那種 就是 對 最後 你之前 就是前半年大家都悠哉悠哉 說欸有什麼想法來討論一下 然後到後半年說你今天在幹嘛 你今天在幹嘛 今天做了什麼 其實後半年大家都很火爆了嘛 已經開始吵架了 對 就是有到團員互相必領的程度是不是 因為其實 我們 以前是團員嘛 現在是好朋友 然後 好朋友其實照理來說 是應該是很了解彼此的想法 那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們已經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的東西是一樣的 但是到最後 因為實在是要求太細了 所以會有一些東西還是會吵 會吵架 對啊 然後我還記得 因為如果說一年半 分三個階段好了 中間那個半年的時候 他有一次吵到就說好啊 那不要做啦 大家不要做啦 然後我心裡 就這麼認識 沒有然後我心裡就想 沒有我就表面他就說好啊 那不要做啦 然後心裡就想完了 我要找誰做 所以心裡就想說完了 我等一下回家要打電話給誰 所以就是很緊張 那後來是誰先低頭 還是妳先低頭 後來沒有沒有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他們就是 寫一封信來說 好啊那現在編曲感情這樣這樣這樣 我就說好啊加油啦 好好玩喔 對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張專輯 很特別的地方 是他要很用心的聽 因為這算是 如果撇掉阿佩樂團時期不談的話 算是基辛佩個人的第二張專輯 對 那不免大家會跟上一張專輯做比較 那其實我覺得現在歌壇大部分大家的專輯 可能就是好 要嘛是多元化 要嘛就是比較 曲風比較統一的 那也有歌迷覺得說 欸這張好像比較是走多元化的路線 可是你們自己覺得這張的整體性 其實比上一張更好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雖然說兩張都是我的創作專輯 但是上一張呢 因為自己第一次出自己的專輯 然後就會有很多很心急 就會想說大家想要聽什麼 我就會比較想要照著說 我覺得大家在想什麼去做那張專輯 可是當做完那張專輯了之後呢 我心裡會覺得說 那這張專輯的阿佩在哪裡 就是會比較找不到 會在某一些地方找到 但是又不太確定這是不是阿佩 然後在做這張專輯之前 其實我們有討論過 我們就是要做一張 不管你是聽歌或是你看歌詞 或是你光聽編曲 你就覺得說 喔這一群人是在想這件事 這群人是在玩音樂 就是他真的是一個 我們自己覺得是很統一的一個專輯 而且其實如果你是在聽CD的話 中間幾乎是沒有什麼間隔的 就是他等於是像一場演唱的 這樣子連貫下來的感覺 不過其實包括除了製作的部分之外 像包括和聲也是你自己去寫 然後編曲你又跟另外兩個好朋友 這樣去做討論 應該是壓力很大對不對 其實真的壓力大並不是在於 在於說我們做音樂的過程 而是在於公司的期限 喔有daylight 然後還有 還是說公司給你三年的話 你就整個很開心對不對 對 慢慢做 沒有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在於就是 自己的那個存款數字的小套點 就是 超可愛的 其實當在做專輯的時候 就是 其實很多工作是沒有去停止的 譬如說 其實在做專輯的時候 對你沒辦法去演唱啊 對也比較少去演唱 或是比較少去上電視 因為其實 一個歌手 你沒出專輯你去上電視 你要玩遊戲嗎 就是幹嘛 就是 也覺得沒必要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一邊很緊張 然後公司的壓力也過來 公司說 那你到底什麼時候 我說現在公司沒事做 你到底要不要 可是我覺得公司 雖然在這部分一直催你 但這次公司給你們很大的空間 就是就音樂性的部分來講 對 幾乎都沒有去 就是大人不在家嘛 你們小朋友自己玩 很少公司可以做到這程度 因為那時候在之前就是 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就是跟我經紀人 互相討論 是討論還是吵架 討論還是吵架 沒有 就是你知道 就是因為真的很要好 難免討論就這樣吵架 難免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覺得 我這張專輯的製作 我想要這樣做 但是我知道 就我預期這樣做會很慢 對 我說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的想法 跟這兩個人現在的想法是合的 對 所以我就很想要這樣子找這個 而且我也說 我也說其實一個 其實現在因為 其實景氣不好嘛 那我也說因為每一張專輯 對我們來說都是很珍貴 因為能出專輯這個機會 真的是很難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每一次機會 我都很想要自己好好的 就是去把握去 去把握做一些 希望是自己可以做到 很像自己的方向的那個東西 而不是說 就是快速達成 可是方向在那邊 對 就是你希望70歲回來看的時候 不會想要把CD折掉 之類的 其實我從我以前到現在的專輯 我都不會想要把CD折掉 那就表示你做的 一直都是你自己滿意的部分 對可是因為 可是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會想要掌控越來越多的東西 並不是說我有大頭症 或是我是什麼很狂妄的那種 而是當你掌握越多東西的時候 你會 你會越清楚說 就是自己到底有沒有進步 這很重要啦 不過其實我覺得 就是也不是什麼大頭症或什麼 但是歌手要在不同的階段 一直有不同的挑戰 你才會有那個動力繼續往下走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先來聽一下阿佩這次的新歌 待會我們再繼續跟阿佩聊一下 這張專輯有反映出很多你的內心世界 對不對 謝謝 我們先來聽這首新歌小世界